AI的出現在科技產業界 帶來破壞式創新 它的文本和影像生成的能力 更可以被應用在競選活動上 也難怪OpenAI是等到了 其中選舉之後 才公佈這個強大的聊天機器人 然而另一個對全球影響更大的選舉 美國總統大選 將在明年登場 究竟AI對於美國大選 有什麼樣的影響 請看公視國際記者曾鈺晶 從ChairGPT誕生地矽谷 以科技圈的角度 帶來現場報導 川普支付宴刑 封口費報銷不時 遭到紐約法院起訴 但這一組更聳動 由AI軟體Me Journey 創造的深偽照 卻在事發一週前 就在網上流竄 2024美國總統大選 由一組深偽照揭開序幕 顯示這次不只是一場政治選舉 同時也是一場人工智慧的賽局 在記者背後 這棟藍灰色的建築物 就是OpenAI在舊金山的總部 如果說2020美國總統大選 主流媒體的議題設定 和社群媒體的事實查核 決定了當時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 那麼今年以來廣泛被討論的AI 會不會也成為明年 美國總統大選的一個關鍵因素呢 AI GC或是深層式AI 它出現其實對於我們講城市開發 或設計工作者來說 為什麼大家很焦慮 因為它可以讓門檻大幅的降低 如果我們在過去 也許是民主黨支持者 比較多科技的使用者 所以它可能就想要針對共和黨 或川普去做這樣 反過來有可能 今天川普制者過去比較技術 不如民主黨的這一群 可能比較資深 或是理科技比較遠的這一群 它反而也撿到槍了 根據Politico的調查 2022年其中選舉 民主黨控制了77% 教育水準最高的選區 科技使用通常與教育水準成正比 符合矽谷科技圈在地觀察 過去需要有技術和資本 才能訓練AI 但現在一般民眾也可以訓練AI 大量製造有偏見 以假亂真的訊息 門檻有多低 這是矽谷知名國克萊大學 加速器的年度投資盛事 這家公司以名為 Butterfly的深度學習技術 展示結合ChatGPT的AI應用 可以預測品牌貼文 引發的社群媒體效應 讓機器人立即模擬 呈千上百個人性化的留言 甚至微調用字潛詞 提高成功率 由於需要全球化政策 源源不絕帶入技術勞工 科技界的政治光譜偏向民主黨 以數字來看 2020年大選科技人九成的政治捐款 是捐給民主黨 共和黨屈居弱勢 因此AI對於共和黨 甚至其他的政治聲音 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 AI攪亂一池政治春水 讓大家很焦慮 但誰能掌握就有機會勝出 明年的十月驚奇可能會很AI 公視新聞國際記者曾鈺晶 在矽谷的彩虹